拿着左轮手枪刚从公司坐地铁准备回家 回程的路上不忘顺便收集一些废料 满载沉重的行囊让我行动迟缓 却按捺不住我准备起飞的心情 稍作休息与整顿后为了能获得更多的资源 决定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绿卡的取得 于是出发前往最近的绿卡点准备探索一番 途中遇到一名正在巡逻的化学兵 那就拿他来练练我精准的枪法吧 没想到吸引力法则再次灵验 就掉了我才刚设定的目标绿卡 还买一送一多了两份正礼 又有惊又喜的心情赶快跑回家整顿一波 整理的同时还会不时的会心一笑 物资的成长让我进入了炸药的阶段 开始着手进行制作豆罐炸药包与硫磺的采集 辛苦了三天三夜 我带着炸药兴奋的在附近绕绕 选定了一户人家 就拿起炸药往他家的门上丢 不稳定的豆罐炸药包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爆 只能希望不要秒爆 敌人家 敌人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记门只见一位小姐姐躺在地上睡觉没有盖棉被 还有这空荡荡的房子里充满着空荡荡的盒子 一字幕志愿者 有些失望的我准备封门 没想到竟然被一只黄雀突袭 大意的我有些失落 但并不阻止我继续成长 又经过了三天的努力 我决定前往发电厂逛逛 趁着夜色的保护即刻出发 来到了一片白矮飞升的发电厂 似乎听到了一声脚指甲摩擦皮鞋鞋垫的声音 我静静地走 缓缓地爬 悄悄地听 持续保持警戒 我静静地走 结果 真有一位人凶跳了起来 他惊恐的回避掉我所有的子弹 我假装转开大门 让他以为我即将进攻 而是在门外守株待兔 这时 听到他从二楼直接跳楼摔伤的声音 他吓得以时速200公里大步充斥 头也不回的被我轻松击杀 我开心的去舔包 哇的一声真的叫了出来 是吧半自动 还有一声价值连城的物资 开心的说话都变成了大舌头 我奔向家中的路途上 打出了一片游丝 耀眼的阳光直奔大地 白矮的冰雪渐渐融化 坚强的心情永不止歇 枪支的取得开心不已 回到家中第一件事不是洗洗澡 而是先学习 整顿整顿后感谢NEO订阅订阅 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俗话说资源取得不易 要如何守住更不易 开心之余我依然放下姿态 出门继续努力 回到家中擦擦汗水稍稍矿石 决定到后山看看残破的堡垒 也有无可用的资源 收获到熔炉和炼油机 还有一群张着嘴的圣诞老公公 其他珍贵的资源 几乎都被搜刮得一干二净 我不为风雨继续努力着日常的工作 工作台的提升与Blueprint半自动就此诞生 当下我设下一个更加危险的目标 资深冒险前往北境 取得珍贵的兰卡 我路过发电厂先搜刮搜刮后 便匆匆离开 在慢跑的同时 绵绵的细血破盖在我的身上 令我打着冷战 我消耗了大约三万卡洛里 终于到了北境之港 直接冲向卡点 但是桌上却不见那张熟悉的卡片 我不甘心的在周围继续探索 希望能再获得些什么 一无斩获的我决定往西走 深入未清残骸 中途路过一间废弃超市 想说买罐饮料 结果 哇 呀 呀 呀 店員免費送了把手槍給我 我只能跟他說聲謝謝 於是繼續上路 我月下山谷永渡冰川 跋山涉水終於到了衛星殘骸 放入保險絲刷了卡片 終於取得目標藍卡 我不分昼夜長途跋涉 終於回到家中 收穫滿滿的我 心中的成就感不言而喻 隔天起了個大早 臉還沒洗牙也沒有刷 就直接衝向發電廠 決心一定要取得紅卡 薑膏 成就而且東西 放入保險絲 可以吃豪股 隨時再加上火 更得到 卻加越後 なるほど 解決了 成就 滑濢米 成就 除了撿到紅卡外 還收穫到其他重要的資源 開開心心的跑回家整頓整頓 結束這一回合 準備更多的炸藥 準備更多的武器 炸到成為這片土地的王者 暫時李傑